2020年,汪苏龙十周年演唱会差点毁于一旦 虽然演唱会门票一出就立刻受请 但购买门票的人竟然不是汪苏龙的粉丝 而是时代少年团的 而这些抢到票的人还跑到微博上要舞羊威 声称自己抢票只是为了练手速 没想到这么简单就抢到了 那么这些时代少年团的粉丝为什么要练手速呢 原来,他们是担心自己抢不到自己爱豆演唱会的门票 才在汪苏龙这世事水 但因为抢得太快,自己又不想去 所以只能转手卖掉 如果只是个别人这样也就罢了 但这次仿佛是时代少年团粉丝的集体行动 导致很多汪苏龙粉丝没买到票 还要被人在网络上嘲讽 汪苏龙出道至今已有十多年 算是时代少年团的前辈 而且为人非常低调 从来不利人设不拉采别的明星 于情于理都不应该被这么欺负 但即使是这样 汪苏龙的粉丝们也没有太计较 只是想要一个道歉而已 谁料时代少年团的官博才刚刚道歉 汪苏龙官方后援会的评论区就沦陷了 无数时代少年团的粉丝开始嘲讽汪苏龙已经过气 态度之嚣张 语气之跋扈 让吃瓜群众都有些看不下去 迫于舆论的压力 时代少年团官博只好再次道歉 但给人的感觉好像不情不愿 时代少年团的粉丝也集体表示不愿意退票和解 双方就这样争吵了半个多月 才一致决定取消之前的所有订单 结束了这场抢票闹剧 不过被时代少年团粉丝这么一闹 大家也想起了汪苏龙这位曾经的Q音三巨头 汪苏龙当年有多年 巅峰时拳打周杰伦 脚踢林俊杰 让张一新都想拜他为师 如果说有些偶像是人红歌不红 那么汪苏龙就是歌红人不红的代表 虽然他出道后唱的小甜歌手手抱红 但他的经历却一点都不甜 1989年 汪苏龙出生于沈阳的一个艺术史家 爷爷是著名的京剧大师 汪苏龙从小就跟着爷爷学习京剧 之后又在父亲的培养下开始学习古典音乐 但相比于京剧和古典音乐 汪苏龙对流行音乐更情有独钟 但因为家教严格 他只能躲在房间里自己哼上两句 上了大学以后 汪苏龙终于开始放飞作 在网上发布自己做的歌曲 没想到非常受欢迎 还有人成立了汪苏龙粉丝后援会 在粉丝的鼓励支持下 汪苏龙彻底点燃了创作的小宇宙 沿着创作出许多首筷制人口的歌曲 一首小星星更是力压周杰伦 常年霸占Q音排行榜的榜首之位 有一天我突然看排行榜 发现我的名字在周杰伦上面 对我来说就像做梦一样 而他的其他歌也火遍了大街想象 他还曾在节目里自嘲说 只要人均消费不超过20的地方 都能听到自己的歌 在当年 你可能没听过周杰伦 没听过林俊杰 但你一定听过汪苏龙 就连张一星在一次听完汪苏龙的歌后 都表示想要拜他为师 但随着非主流文化的消退 汪苏龙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尴尬 不得不走上一条蜕变之路 为什么当年的非主流三巨头 只有汪苏龙一个人频频参加综艺 有人说他是为了上综艺赚钱 但他的回应却让网友能霜了 有一次 跑男导演对汪苏龙说 如果你愿意免费帮节目写歌 那么跑男的大门就永远为你敞开 跑男作为国民综艺 多少明星想象都没法上 一旁的杀意也连忙劝汪苏龙答应下来 说这是文赚不赔的买卖 谁料汪苏龙非常反尔赛地表示 但是我写歌的钱其实是要比我做综艺 这剩下一算我可能答应去了 既然写歌比上综艺赚钱 那汪苏龙为什么还要舍尽求人 频频上综艺呢 其实在早年的一次采访过 汪苏龙就曾说过 做音乐是比较不讲道理的行为 有很多音乐人写歌非常努力 但很难战胜做的 最后只能一事无成 只有从幕后走到台前 让观众们认识自己 这样才有可能赚到钱 那么汪苏龙又为什么这么想赚钱 很少有人知道 汪苏龙当年和公司结约后 和三巨头中的另一位徐良搭伙 成立了一家音乐公司 一开始两人还比较 音乐公司也能勉强经营下去 但随着非主流文化的消费 以及各大音乐节目的兴起 汪苏龙和徐良 渐渐被同出不穷的新人歌手的编写 沦为过气歌手 为了证明自己 他在我是唱作人 中用一手不服拿下该场比赛第一门 却被人质疑是节目组黑 当他以导师的身份参加青春有你时 又被嘲笑人气还没学员高 没资格担任导师 明明这些年汪苏龙也创作过 非常多好听的歌 例如年轮和一笑倾城 但公司的经营状况却每况愈下 逐渐到了要解散的地 无奈之下 汪苏龙只好开始频频参加综艺 让大家重新认识自己 幸运的是 汪苏龙的这次决定 让大家认识了这个宝藏男孩 如今的他再也不用为没钱 做音乐而苦忙 也希望他能够不忘初心 创作出更多好听的歌曲 你听过汪苏龙的歌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